重機開到緊迪聲響 2017年的自行車環翼賽選手 正在完成今天的既定賽程 而在賽道兩旁 站滿了前來加油的民眾 而電視機前的你 如果也是愛好者 同樣在為選手的表現驚嘆 那現在有機會可以一場夙願 現在環翼賽的冠軍演 能夠換你來當他看 有業者引進了高端的單車旅遊 讓你可以親自起上環翼賽的賽道一場 選手輕生的體驗 不僅能夠騎 還能夠走上頒獎台 體驗一下領獎的榮耀感 這些都讓車迷超興奮 以前我們是出去看比賽 看NBA 看足球 看歐冠 但現在有了一個 自己可以親自參與的運動 而且可以一起來玩 這是一個非常有前景和有市場的 一個可以說是旅遊的方式 今天我們開始 直前的路程 今天是這個競爭的最終競爭 它仍然很接近 所以Kintana Nibali 和Dumalan 都會在我們戰鬥 所以它會很興奮 很興奮 大家 去吧 車迷的角色改變了 參與的要求變多了 國際賽事光環 將會帶來更多新商機 目前和環翼賽的合作權 已經由瑞士業者 獨家取得亞洲代理 搶佔大餅 更看重的是 背後的亞洲市場 在亞洲市場是一個肯定的市場 很多人都開始發展駕駛 和駕駛的喜愛 我們有特別的項目 還有人們幫助他們 訓練到達成的目標 不管是 距離一山 或距離一山 我們肯定有這些東西 但要帶車迷 騎乘專業賽道可不容易 尤其像是環翼賽這種 國際級的比賽路線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環翼賽其實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有非常多的一個上坡 以它一次的這個環翼賽 大概有21天的賽程 裡頭大概有7到10站 都是像這樣的一個上坡 所以對選手來說 在體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這些爬坡又多又長 對選手的體力消耗相當大 更何況是非專業的車友們 所以業者特別請到 請澳洲自行車冠軍 以及現役的職業選手 一路陪騎 職業選手陪騎不僅是確保安全 也讓車迷有現場觀摩的學習機會 讓整個騎乘的過程 充滿了挑戰 嚇到我了 像我下坡 我自認為下坡速度還算蠻快 而且技巧不錯 但是它的下坡真是驚人 今天整個騎下來感覺還是很好 雖然體力上很累 但是感覺還是挺有挑戰的 更難得的還有 會帶您前往米蘭 環翼賽的決賽現場貴賓包箱 開心帶著識別證合照 因為這個入門票要駕不菲 雖然不願意正面透露價格 但是除了價格貴桑桑 申請的程序也很繁雜 不過業者都能夠替您辦到好 比完賽的選手 在包廂裡頭和車迷合影留念 就連記者也忍不住要搶拍一張 體驗騎乘 專業指導 結合職業運動的旅遊型泰 正在試著把柄來做大 創造新一波的觀光商機 TVBS新聞總統詹淑涵 意大利採訪報導